後來那一隻讓我真的 徹底對他失望是 他就丟了 愛琪那一隻 他當天給我丟包 我們這個磨合期就被他控訴說是 我們要改好多次 很難相處 大家都可以插手 但是大家都在幫他 一下之間 Danny的一句話就好像打翻了整艘船 就說大家是抄襲他的 強強之前專剪輯是 薪資無萬起 福利由我 不聊高前外報員工在催爆料 工作團隊抄襲他的剪輯 收法 影片還長長大改 讓他心操累 參加團隊今也開直播全說了 然後我們絕對沒有抄襲 就是你們 也那個 綜藝製啊 那些動態 我們也沒有拿他的 他的 點子卵子都完全不一樣 所以我們根本無法抄襲 他其實是一個 硬插進來的位置 就是因為他是我的服裝師 那時候我們跟他合作的時候 我給他的 影片呢 都是關於可能比較有風景系列 或是有大片類型的 像是冰島 還有米蘭 他可能還不太了解我們的風格 或者是我們的類型 然後他會跟我說 他覺得這樣已經很好了 所以我決定要讓我們其他的同事 比較懂我 熟悉我的同事下去幫他 剛開始在對片的時候啦 Danny好像幾次又覺得說 我們是不是在 來鎖定他的能力 他剛開始幾次 一定大家這樣磨合 我說會比較辛苦 後來那一隻讓我真的 徹底對他失望是 愛琪那一隻 他當天給我丟包 你看到那隻Danny的第一集 就是我們剛到 剛到愛琪那一隻 他只有 他就是趕出來 大概只有十幾分鐘而已 因為他當天做不出來嘛 然後我們那天 所有人都不睡覺 因為我要趕那個廠商上片的時間 我們不能夠去違約嘛 但是他就這樣當天給我甩鍋 前期我們也不斷的 在兩天前問他說 Danny這隻沒問題嗎 你有沒有需要幫忙 因為我時間快到了 不斷的 不斷的關心他 但沒想到他會認為說 那個就是 大家都在煩他 或是大家都可以插手 他所有的那三隻 都是我們所有人下去做的 甚至是我們所有人 基本上幫他改了 60%以上 包括Danny那時候 最大的問題是 他們的剪輯軟體 跟我們公司用的 完全不一樣 所以他要整個丟包給我們的時候 我們完全做不到 只能全部重剪 由於前員工 未在廠商要求的截稿 時間上片 害廠牆團隊被發簽 是由前員工 也和廠牆達成協議 不收全部的款項 但時隔兩年 卻爆料 廠牆公司薪水給很少 那錢都是他訂的 那錢都是我們之前溝通過的 因為他還是新來的 他也不是我們的正值點擊師 他是外包的 所以他的時間都會比較長 他會比較久